各位喜歡蘭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 今天呢,我們要來欣賞這一顆正在開花的蘭花 它非常的香,而且它每一次開花、花瓣都會多少顏色的分佈會不太一樣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 我的YouTube頻道是一個蘭花頻道 我在這邊與你們分享蘭花相關的種植藥理、個人經驗 我學習到的技巧、蘭花欣賞等等 如果你想要學會怎麼養蘭,歡迎訂閱我的頻道並打開通知鈴鐺 這樣每當我上傳新的影片,你就會收到即時的通知 這顆蘭花的名字叫做Flying Eagle Wilson 它其實就是Dragon Tree Eagle 還有Tetraspice Sea One 燉花蝴蝶藍兩個的交配出來的一個香花蝴蝶藍 這個蘭花的特色就是在於說 它紅色跟黃色的分佈上面 會有時候不太一樣 那因為我這邊陽光比較強 所以它開出來的花呢 紅色的顏色偏多 這已經是今年的第二次開花了 上一次開花也是在同樣這個花梗上面 也是一朵花,那個時候是因為接近春天嘛 還是冬天,然後春天初期 所以它只來了一朵 那現在呢是來了三朵花 那這一顆蘭花它還有一個特性就是它有蓄花性 也就是說在花梗還沒有枯萎變黃的情況之下 就像你影片後面看到那兩條淡咖啡色 那就是之前的舊花梗 在還沒有變乾之前都不應該修剪綠色的花梗 原因是因為呢它可能還會繼續的延伸 長出新的花苞出來 它的香味呢非常的甜 然後有一點點的肉桂的味道 那它的這個花呢每一次都非常的持久 而且非常的蠟質也非常的厚 上一次在之前的之前一次開花是連續兩個花梗出來 然後兩個花梗上面都是兩朵花 然後現在這一個花梗呢是上一次一朵花 然後這一次三朵花 這一顆花呢其實是算是相當成熟的成熟豬 所以呢如果在養護再更好一點的情況之下呢 很有可能會有多花梗的去花性 所以同時可能就會有三四朵四五六朵花都不一定 對它的養護來說 因為它現在還是種在水草水苔裡面 所以我每一次給它的水量呢 基本上就是在四分之一杯水到三分之一杯水這樣的一個量左右 那一個禮拜交一次左右 那我給它的水一定是軟水 那每次有施肥的時候呢 我也是就以四分之一建議濃度的這樣的強度來給它進行施肥 呃就是單單這樣子而已 因為它是在水苔裡面 所以我寧願呢 呃就是給水的量少一點 然後稍微平反一點也不要一次給太多水 然後讓那些根系泡在裡面爛在裡面 那接下來影片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這一顆蘭花這一個花梗 它花苞成熟的一個過程 加上它開花的一個過程 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這個呢就是今天為您帶來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請幫我在影片的最後它的下面點個讚 如果你要繼續與我一起學習怎麼養藍 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並打開通知鈴鐺 謝謝您的觀賞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